黑衣人聚集在便當店門口 高舉白布條 要人還錢 還拿起大宣工不斷重複 要裡面的人把錢交出來 遠景貨報後 到場置紙 布條收起來 露營器關起來了 逃债場面就發生在台北市天母商圈 6號中午 4名黑衣人相約便當店門口 不只拉布條逃债 還到處撒名紙 警方調查 疑似是便當店弧姓老闆 急欠4個月的房租 遲遲沒有絞親 還租下隔壁店面 想要做生意 懷疑有錢不還 才會心聲不滿 招來年月20歲的郭姓男子 以及其他3個人 到店門口討債 分鎖貨報之後 立即派遣線上的快打警力到場 那將現場的4名犯嫌 帶回偵辦 4人通通進了警局 面對詢問 一句話都不肯說 天母鬧區上演討在場面 附近居民嚇一跳 4人被以妨礙秩序和恐嚇罪送辦 當街撒名紙 也違反廢棄武清理法 交由環保局開罰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